今年2月初修圆整修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議館 在4月重啟大門 除了花蓮鐵道電影院迎來全新的主題片單外 日前2023花蓮影音學堂的大講師學堂 邀請到曾經唱紅向前走一曲 目前正在從事電影配樂的資深音樂工作者 林強老師K講 信許多相親前來聆聽作物學習 以台語歌曲《向前驚》一曲成名 即將邁入60歲的林強老師 從創作歌手轉型到電影配樂 還擅長電子音樂 16日來到花蓮鐵道電影院 為2023花蓮影音學堂之大師講堂 帶來深造中的計時如幻講座 開放報名後三小時內迅速而滿 講座當天更有許多民眾等候補入場 為了就是能一睹音樂大師林強的風采 我們上週日邀請到林強 強哥來到我們花蓮鐵道電影院 做大師講堂的分享 那強哥大概從早期大家認識 他是一個創作歌手 然後逐步到現在常常在 侯孝賢的電影的配樂裡頭可以看得到他 那所以他就分享了這一路上 他的生命經驗 包括他小時候經歷過的一些成長歷程 如何成為一種養分 甚至他現在在做電影 他認為所有的生活的 各種聲音都是電影 包括像殘叫聲音都是電影 對所以 呃 那一場大概有滿場的觀眾都慕名而來 所以我們看到林強他不只是用他的創作告訴大家 甚至在他的創作裡頭也可以看得到他的生命哲學 那我們接下來在這週六會帶來另外一場的大師講堂 當年文字工作者李穆才 同時也是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策展人 帶來即時影像的邊界與穿越講座 當天將分享自己的創作紀錄短片 以近年貼身的觀察經驗 分享近年即時影像的轉變其界線 不論是資深或入門影迷 有興趣民眾不要錯過 記得講抱怨 華女士報導